嗨,哈囉,幫你工商一下 好,謝謝 你先自我介紹一下 大家好,我叫堯堯 然後呢,然後我們這個布條要幹嘛 介紹一下 我是八字命令老師 今年來走遶境就是想說 剛好可以順便打個廣告這樣子 歡迎大家搜尋我的IG 講一下你為什麼會接觸八字命令 為什麼會接觸 當初是因為好玩啦 然後剛好有朋友在學 就想說剛好可以認識一下自己的命盤 對,看懂自己的命盤這樣子 所以有讓你更瞭解自己嗎 有欸,我覺得有 就是從八字裡面看得出自己的一些 沒有發覺到的個性 我知道很多女生都會學塔羅對不對 或學星座 那為什麼你會比較忠視的這個學習 因為她是一學一懂 然後她有破解的方式這樣子 所以就是可以改變命運嗎 可以這麼說 那你這樣入行幾年了 大概五六年 喔喔喔 有幫助到很多人嗎 有欸,幫助蠻多人的 好,那接下來就來講 大甲麻祖,你什麼時候開始接觸 欸,我是去年第一次走 然後今年第二年這樣 兩年都是走全程 去年什麼原因開始 因為禮拜關係 哈哈哈 因為她是大甲人啊 對,然後都沒有走過 就想說啊,算陪著她一起走 喔,她走你就跟她走 對,所以今年還是跟同一個人 對,跟同一個人 所以你們兩個走兩年就對 對 那為什麼這個第一次就走全程 本來想說挑戰看看 沒想到欸,就 還可以 也走完了這樣子 所以今年理所當然就繼續 對 對 嗯 那要不要講一下沿途 有看到什麼感動的事情 很多欸 其實從去年就蠻感動的 所以今年才會來走第二次 就是看到很多愛心跟奉獻跟善良 對 對,就是沿路上大家就是很無私 然後不分你我 好像大家都一家人 嗯 欸,那從去年走到今年 有沒有覺得人生就更順利了 馬祖有真的有保佑你 嗯,有啦 有,我覺得平安健康都 就是最大的保佑 嗯 對 好,那最後再工商一下 哈哈哈 來來來來 謝謝大家 歡迎大家加我的IG 什麼情況可以找你 人生困惑嗎 還是感情不順 感情 這裡有寫 下面有 哈哈 大資命盤分析 然後感情運勢分析 其實最多人就問感情啦 因為來算的比較多都是年輕人 欸,而且你還可以輔導這個教學 創業輔導,對不對 你們還有師資班啊 對對對 就是來自己來學八字 你也可以變老師 哦,那就表示你們就非常的專業了 對 可以這麼說 嗯 哈哈哈哈 非常專業 好,大家追蹤IG 大家搜尋遙遙路途 謝謝 謝謝